《建民論推牆》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3月29號是《建民論推牆》的2298期 我們今天的節目來談一談 跟郭文貴案子相同的一個美國加密貨幣詐騙大案 昨天被判刑 我们通过美国这个加密货币诈骗案的 它的这个良心的来看公文贵的案子呢 它未来的审判 也就是很长时间没跟大家谈公文贵案子的进展了 那么公文贵的案子呢一直是有所推进的 昨天是美国的加密货币金铜叫班克曼·弗里德呢 他是被纽约法院判处了25年的有期徒刑 并且摸收他自己的全部资产大概是110亿美元 那么这个人被判刑他跟郭文贵的案子有什么关联呢 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主要话题 也就是这个班克曼·弗里德啊 他呢也是一个金融诈骗大案的审判 这个人是一个天才少年 他是一个90后1992年出生于加州硅谷斯坦福大学 一个法学教授的家庭 他本人呢是一个天才少年 数学呢是特别好 所以大学本科呢 他上的是美国最顶尖的学校 就是就读于呢MIT麻省理工学院 那么从麻省毕业 他仅仅是只有二十多岁时候 就在2017年就创办了嘛 创办了加密货币化的一个交易公司 大放异彩啊 这个公司呢 当时在加密货币的这个市场上面啊 他呢是崭露头角 所以他很快就管理了超过有十亿美元的资产 平均他这个日交易额呢都在那五十到一百亿美元左右 因此呢他就是大大的赚了很多钱 那么仅仅是两年到2019年 他就创办了一个数字资产派生品的交易平台 叫FTX 这个FTX在短短一年半以内 班克曼弗里德便把自己呢 即生于全球数字资产交易所排名的前几位 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他已经非常非常有钱 而他这个钱呢很多呢都通过呢 是不光彩的诈骗手段取得的 但是人们看到的只是光环啊 所以到2021年的时候 他已经登上了福布斯的封面 被评为全球三十以下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曾经出现在美国超级运动的超级腕的广告上 还得到了美国橄榄球明星 汤姆·布雷迪 篮球明星斯蒂芬·库里 和喜记远远拉里·戴维等明讯和名人呢 帮他自己的这个加密货币呢进行代言 包括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呢都为他亲自站台 他本人给拜登的这个竞选啊 捐款就捐了有上亿美元 所以说他本人在美国的这个年轻的明星场合那里 是非常非常受到人追捧的 因为身价几十亿嘛 他呢窃取了投资者至少有八十亿美元 用于他创立的对冲基金进行高风险的押注 和支付他个人的豪华开支 但是随着他自己把大量的货币都用于私人消费上面了 最终他自己运行的这个产业就玩不下去了 随着他诈骗的骗局呢随着他这个数字交易平台 FTX的崩溃呢一下子呢一下子就漏仙了 因此呢他在2022年12月份就在呢在巴哈马呢被抓捕了 然后呢就被引渡到美国到美国呢就恰好投入纽约南区法院 在纽约南区法院呢等待呢检察官的起诉和审判 你看这个法院大家就注意了是跟郭文贵一个法院 郭文贵现在也是在纽约南区法院受到起诉和审判的 他们两人的案子呢都属于呢纽约南区法院在办理 那么纽约南区法院的检察官就起诉这个班克班弗里德 他是挪用了数十亿美元来推动他在新行业中寻求影响力和主导地位 使客户投资者和贷款方呢都损失了超过有100亿美元的损失 他用这个大量窃取用户的这个资金呢支付自己的开支 包括他去购买加勒比地区豪华的海岛和豪华的那些豪宅 买私人飞机 买私人游艇 涉嫌用这个巨大的这个金钱啊去贿赂中国的官员 以及他购买了很多这些私人豪华奢侈品呢 供中国官员和美国高档官员政商两届的人 供他们自己奢密的消费 也就是他把钱大量用在贿赂上面嘛 他所有的这些贿赂都跟中共有关 也跟美国政商两届一些腐败官员有绝对的关系 他是2022年12月份被抓捕的 他的案子呢拖了将近一年到2023年11月2号呢 最终呢是由大培审团呢对他自己的所有罪名进行审判 那么最终大培审团认定他自己被检方起诉的七项刑事罪名啊全部成立 这七项罪名里面包括欺诈供魔等多项罪名 因此呢在当时大培审团裁定他有罪以后 法庭呢是同意他交保呢可以呢回到他父母的家中 在他父母的家中等候审判 同样要给他上电子链铐的 而他交付的这个保时金是多少呢 大到2.5亿美元 大家记不记得郭文贵也提出希望有提交保时金 他提交4500万保时金 但是呢法庭没有同意 而班克曼弗里德呢他提出的这个保时金呢 是2.5亿美元最终呢是法官同意了 他上缴了2.5亿美元的这个保时金以后 他自己呢被保释在他父母加利福利亚的家中等候审判 那么这个审判一直拖到昨天有纽约的法官叫卡普兰 在纽约时间3月28号曼哈顿的联盟地区法院 他呢宣布驳回班克曼弗里德 关于FTX客户实际上并未蒙受资金损失的理由 指出他在庭审证词中充满着各种谎言 并随即宣布判决班克曼弗里德25年有期徒刑不得假释 并且没收弗里德呢有110亿美元的资产 受权政府对扣押他所有的资产呢 偿还那些嘛偿还那些被他呢曾经侵害利益的受害者 那么班克曼弗里德他的七项指控呢 其中包括电汇欺诈证券欺诈和洗钱罪呢 这三项罪名跟郭文贵都是相同的 所以他跟郭文贵有很多罪名是重合的 那么他本人对认罪的情况呢 他跟郭文贵一样他也是对一切指控表示完全不认罪 他坚持他自己最多是犯了一点错误 但是他的行为都是出于善意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罪 这跟郭文贵一模一样 郭文贵提出他嘛他没有罪 郭文贵现在所犯的所有的罪行都是因为什么 他诈骗也是为了灭工嘛 他灭工他不需要钱嘛 而没钱他什么人不诈骗呢 所以呢郭文贵和这个呢班克曼弗里德是完全一个套路 那么班克曼弗里德现在已经被法庭裁定判了25年的徒刑 而检察官本来要求是最起码要判他呢 判他40年到50年徒刑 即使是40到50年徒刑 跟他自己所有罪行良刑的上限呢 还是大大低于他应当良刑的最高刑期的115年的 也就是他所有刑期全部加起来 按照良刑的上限算 他应当呢最高可以判到115年 检察官呢给他打了个对责 希望呢就是基本上判到他40到50年就行了 那么最终法院良刑呢只给了他25年 也就是他这个25年 占他自己所良刑的最高刑期115年呢 他只是法定良刑的22%左右 那我们就来看郭文贵的良刑了 也就是郭文贵现在检方起诉郭文贵的罪行有12项指控 比这个班克曼弗里德呢要多得多 班克曼弗里德只有7项罪行 郭文贵一共有12项指控 包括班克曼弗里德被指控的电汇欺诈 证券欺诈洗钱这些罪名呢 人家有的郭文贵全有 人家没有的郭文贵也有 那么郭文贵现在口口声声就说他诈骗是为了灭共 不管那个法庭对他自己所谓诈骗为了灭共 这个说法法庭是怎么去理解 法庭是绝对不会理睬 你郭文贵你要灭共你就有权利去诈骗 现在郭文贵的最高良心的刑期是215年 如果你参照班克曼弗里德的良心 按照22%的折扣来算的话 郭文贵也要判到48年 那48年以后郭文贵多大 郭文贵是1968年出生的 也就是郭文贵抓起来的时候 郭文贵就已经有53岁了 53岁加上48年的话 把郭文贵的这个刑期全部加起来 他就过到100多岁 你觉得郭文贵活得了100多岁吗 也就是郭文贵当不上千年老贵 但是他在纽约监狱里面扛过100岁 在纽约监狱里面做个百年老贵 还是有希望的 所以蚂蚁帮呢 你们就盼着你们的郭教祖呢 能够再挺过48年 过了百年的老贵以后 在纽约的监狱里面 你看他能不能活着出来 也就是郭文贵至少在监鼎的40多年嘛 他现在已经五十七八岁了 你看看郭文贵他能不能扛过这个100年 所以郭文贵实际上他手里面一点真料都没有 一点有价值的料都没有 他就是个骗子 因此无论是中共方面还是美国方面 跟他勾兑的欲望是一点都没有 他不过就是打着这个灭公的口号呢 然后去诈骗 而他所谓的灭公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增加一点勾兑的资本 只不过他没有料 那共产党跟你勾什么对呢 那么通过昨天班格曼弗里德他本人的被宣判 我们就可以预见到郭文贵在未来的这个审判呢 跟他就差不多 我觉得可能审判的时间 也就是总共从抓捕到最终审判 以及判刑的时间 可能跟这个班格曼弗里德也差不多 你看班格曼弗里德是2022年12月份被抓捕的 到2023年11月份也就是被抓捕一年以后 对他呢进行了嘛 进行了一个陪审团的审判 陪审团只是裁定他有罪 那真正判决呢是到今年呢就是3月28号 也就是他是过了一年以后定罪 再过了将近半年以后对他正式宣判 那郭文贵是去年3月15号被抓的 也是在一年以后也是今年对郭文贵很快呢 在5月20号要对他进行嘛 陪审团对他的审理很可能呢是陪审团对他一个正式定罪 那么定罪大致在半年到一年左右 郭文贵的正式宣判应该能够下来 这是指郭文贵所有的罪行呢都很清楚 法庭呢不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呢 然后不断地去调查不断地去列证 如果他这个案情涉及到非常多的团伙 并且把他的团伙全部要加进来 然后这个审理非常复杂的话 那郭文贵的案子最终审理一直到判决 要他完全投入到监狱里面复刑的话 我估计从抓最终到判到完全执行 最起码要3到5年 这是郭文贵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可能的一个结果 而郭文贵现在开庭的时间已经有所推迟了 郭文贵关于他刑期刑事案开庭的立场啊 在他审判日前的三个月呢 已经要求呢 是把他的这个七大案件 转变为涉嫌敲诈勒索案 所以郭文贵本来是在原定的 今年4月8号对他进行审判呢 现在因为增加了检察院对他起诉的新罪 并且在4月8号前三个月呢 把这个起诉新罪的新的刑事起诉书呢 已经送到他手里面 实际上就取代了原来的起诉书 新的起诉书增加了实质性的新的起诉内容 这样郭文贵就认为呢 这个案子呢 现在增加了那么多内容 还在4月8号进行开庭审理呢 他觉得他来不及应诉 要求呢推延了审判的时间 也就是郭文贵的案子呢 他最新的进展是在今年2月7号呢 他提出要拨回呢 检方给他的新的取代原来起诉书的新的起诉动议 他的理由就是什么 就是现在新的这个起诉添加指控啊 指控他的洗币 他认为他的洗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加密货币 因为这个货币呢 他并没有在公开访问的区块链上面运行 只是蚂蚁帮内部的一种诈骗 所以说对公众呢没有什么伤害 因此你认为我这个已经是嘛 是公开的加密货币 跟这个弗里曼呢的案情呢 是有所区别的 这是郭文贵的狡辩 因此他提出呢 要希望检方能拨回呢 新的起诉书的动议 当然是得不到检方的批准了 也得不到法庭的认可了 所以说在2024年2月21号 检方对郭文贵提出的反对动议呢 给予了拨回 因此呢 最终就是法庭决定 原来4月8号的审判时间 由于郭文贵认为 现在新的起诉书 增加了新的起诉内容 他自己为了应诉呢 要给他一些准备的时间 他要求呢 是把审判时间 从4月8号呢 把它推迟到呢 推迟到2024年的6月3号 为什么要6月3号呢 郭文贵总认为 他6月3号是他洗国的 是建国日子啊 他所以要放在这个6月3号的建国日子 让所有的蚂蚁们到纽约来 来给他捧场啊 所以他跟法庭提出 这是放在今年的6月3号 举行对他的这个实际审判 那么检方最终跟法庭商量以后 确定对郭文贵他的这个审判日期 放在了2024年5月20号 这就是所谓蚂蚁帮现在口口声声 告喊的520大审判 520清歌就要回归自由 所以说呢 他们就等待到5月20号 郭文贵会当庭释放了 对于郭文贵他本人 他只能接受5月20号检察官提出的嘛 对他审判的这个日期 而王业平呢 王业平对法庭呢 就是相当相当的抱怨 他给法庭也发布了他的文件 他说他两个礼拜之内 就收到了50万页的文件 他没有办法这么短的时间 就看完那么多文件 他如何准备应诉 而且他认为 案件应该立即进入审判阶段 调查你们已经调查了好几年 这个案子你们在十个月前 就已经开始起诉 王业平抱怨他自己在看车所等待审判呢 日子很难熬 他说拘留所的环境极其恶劣 在许多方面都很可怕 提供必要的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呢 拘留房给出的服务呢非常非常的缓慢 而且王业平是完全拒绝认罪的 他认为长时间拖延呢 对他的这个审判呢 使他自己的身体啊 和心理啊都有相当的不适应 尤其是王业平非常抵触 他认为检方新的起诉书啊 对他提出了十一项指控 之前的起诉书只有四项罪名 现在增加到十一项 他的这个总刑期也从原来的只有百年不到 现在已经上升到一百五十多年了 所以说呢他认为他自己呢 没有那么大的罪嘛 他提出他自己跟郭文贵是两回事 所以他要求他跟郭文贵的审判呢 是分开来审判 他不应该是郭文贵的同案 他最多什么是独立审判他 他保留他在这方面要求独立审判的一切的权利 而且他要求呢就是赶紧审判 这个事情你不能再拖 拖了以后他在看守所里面吃不消 他同意审判的时间要么在5月20号 要么在6月3号之间 任何晚于6月3号的审判日期 他说他都不能接受 那么无论是郭文贵提出6月3号也好 还是王业平提出5月20号到6月3号之间也好 最终检方就确定了 是5月20号提出对郭文贵的这个审判和陪审他呢 对他的开庭审判事件 法庭也披露了这个事件 因为呢郭文贵现在已经不简简单单 是他和王业平两个人的诈骗案 跟于建民那么三个人是一个团伙案 他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诈骗 窝案诈骗团伙案 他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同伙 他们是一种黑帮式的操作 最终要追究的绝对不是郭文贵 王业平 于建民 还有很多他的帮凶啊 这些帮凶包括呢 包括沙拉威力洪 包括郭海东 包括他大大小小 散布于全球的各个农场的农场组 各个帮郭文贵收钱 藏钱 转移账款 以及帮助郭文贵试试诈骗的 所有这些大小团伙的这些头目 各个都跑不掉 美国最终这个法庭啊 在审查郭文贵这个窝案中 会列出很多被告的 很多以为跟着郭文贵在外面去当打手 在外面去帮助去诈骗别的蚂蚁的钱 甚至帮助郭文贵什么全球灭贼立了功的人 他们最终都跟郭文贵啊 都要到法庭里面受审判 都要什么去付上他们自己的代价 你比方说 洛杉矶带头攻击我家的那个叫王文贵嘛 王文贵现在已经在牢房里面服刑了 他是从2020年9月份起 他本人呢就率领了一批洛杉矶的蚂蚁 他自己的网名呢叫持枪挺锅 当时呢他就率领了大量的这些蚂蚁呢 对我家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攻击 那么这个期间呢他也去殴打了人家盲牛子 所以最终王文贵因为他自己的几项罪名 被洛杉矶法院呢判处他有期徒刑一年 虽然只是判刑一年啊 但是刑满以后还要带两年的电子镣铐 并且有两年监外监管 那么两年的监外的这个带电子镣铐的健安管 加上他自己的监狱面服实行一年 加起来就是三年了嘛 这个期间他必须要参加当地社区的劳动 和不断地去进行法律学习 我们讲的就是法律学习办嘛 把这三年熬下来就看他自己什么身份了 他除非是已经入了美国籍 在我了解中他根本没有入美国籍 他可能是有绿卡 那有绿卡没有用 绿卡呢一旦犯罪是会吊销你的绿卡 因为你持绿卡车你仍然是持着中国护照嘛 是持着外国人护照 你只是美国的永久居民 现在绿卡美国因为你犯罪 就会吊销你的绿卡 他本人呢就会被遣返回中国 除非他本人已经入了美国国籍 那你是美国公民 那美国不会把你赶出国外 但是你一旦犯了罪 你有了刑事记录的话 你即使刑满以后 你在今后的就业啊求学啊 你自己办公司啊 你到银行去开账户啊 你干什么都受影响 所以你一旦染上了官司 你显然要付出一身的代价嘛 但是王文恩从当打手的时候 他们要这样想嘛 他就想到为公贵立功 他作为一个蚂蚁 他觉得他自己打杂架 他很光荣啊 今天他陪着他亲哥一起坐在牢房里面 他跟他亲哥一起把牢饭吃的 这时候我不知道他后悔还是不后悔 你不是活该吗 你为公贵当打手 公贵赏赐你什么啊 公贵能给你什么条件啊 公贵能给你去变成美国公民吗 他自己真笔都通不过 他能给你们这些蚂蚁去通过他们的真笔嘛 公贵能赏赐你一分钱嘛 公贵能帮你支付律师费嘛 你今天坐牢 公贵会带你到牢房里面去带你父亲一天嘛 所以你自己给公贵做打手 你不是活该嘛 对于公贵和他的帮凶 搞什么全球灭贼 他们这一批蚂蚁帮 包括对我吴建民和其他异议人士 进行有组织的骚扰和各种犯罪呢 美国众议院早就听过听证来收集他们的证据 其中呢傅希秋牧师和我一样 都是同时受到同一批蚂蚁帮 分别在德州和加州呢 对我们两个家庭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围堵 围堵包围了几十天 给我们的家庭都造来了极大的伤害 所以说傅希秋牧师曾经在美国国会上作证 揭露蚂蚁帮害人听闻的罪恶 是 Bloody 这些事情受到国家有受到家 和中国共亚中人的证据 这些勉奋会有意识到这些勉奋会 但是不过几个城市和以外 这些地方是居住了 是正好事吗 Thank you Congressman. This kind of activities by the CCP I think has been happening to multiple, multiple cities actually even during the period of time where my house was being surrounded by those mask wearing thugs from San Francisco to New York and Houston. And they were bussed there living in luxury hotels in Odessa, Texas. They are, it happened in Toronto, happened in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Washington DC, Virginia. I have a friend actually who is a social YouTuber, a broadcaster who has a huge following. His name is Wu Jiamin. He was a former Tiananmen Square student leader. And his house was being also surrounded in California. And the California police basically went to told him when his house was totally surrounded and his children could not even go to school. And he was told, if you stop broadcasting your dissident program on YouTube, these people will leave. So that's their sole purpose. They want to silence our voice. Dr. Fu, I'm going to actually go to you. In the moment or the time since we asked last questions, I had an opportunity. Staff brought me the complaint that you described in your testimony about the people who were incited to protest outside your house. And I see that the defendant in that, and I hate even to say this in public, but it's Guo Wingui. Is that how you say the name? Miles Kuo, as we see that name. Yes. And as I've just done a little research on him, he appears in my social media thread a lot. I mean, not him personally, but people advocating for this person. And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m. He said, I looked him up, and I understand he's a Chinese billionaire. He's under indictment. He just pleaded not guilty to a number of accusations and a superseding indictment. But he got out of your lawsuit when he filed a bankruptcy case in the District of Connecticut. Subsequently, that didn't go too well for him, so he sort of put that on ice. And he's alleged to have incited the same sort of harassment that you describ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trustee in the bankruptcy proceeding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So, now, but do I understand that you contend that Mr. Miles Guo, Guo Wingui, is acting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at your allegation? I'm not saying whether it's right or wrong, but is that your allegation? Yeah, when those people were sent by him from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to attack and harass me and my family, I was searching really very hard, like, what did I do to him? How much, I mean, I have nothing, no business dealings, no relationship with him prior at all. So, the only conclusion is he must have a task to destroy our work of human rights and religious freedom. And you believe he does that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m pretty sure he has a task. If the former Lieutenant Specialist, Subno 工贵蚂蚁帮一共有十个蚂蚁呢 他们呢上诉失败 工贵的支持者最终被法庭裁定呢 他们一定要赔付呢 赔付32.7万美元 这32万7千美元要迅速的马上把钱交掉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这有十来个蚂蚁呢 他们烂诉 他们烂诉呢 工贵这个破产案里面的主体LUC 那么他们又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这种烂诉 最终呢他们烂诉就败诉了 去年8月11号法庭就制裁原告及其律师 则令他们交付呢 律师费值32万7千美元 蚂蚁们呢是不服的 不服他们就上诉 现在上诉法官叫詹利弗维尼斯法官 在礼拜一驳回了嘛 驳回了这十个蚂蚁的上诉 他们的诉求本来就是说 上一次呢 这个LUC呢 对他们要求赔偿的金额太高 他们无力支付 那法官认为是LUC和普恒律师事务所 收取的各种费用是合理的 之前法庭调查所有诉讼人 你们这种诉讼都是一种恶意诽谤 所以呢法官最终就是跟蚂蚁帮这十个原告就说 你们原告愿意打架 那么现在就不要暴力 你们这个架打出去 最终你们的脸背打 你错误的踢山顶上的血 你就必须要承担血崩之后的结果 所以说呢 那这一次蚂蚁帮里面这十个人包括帮助他们起诉的律师叫张永斌 法庭是命令他们立即交钱 如果你这个钱拖的不交 拖的不交 那你就要承担发款 发款之后 你就是藐视法庭了 3月26号康州破传法庭的曼林法官又发布了新的法庭令 就是被蚂蚁从郭文贵他的那个摩瓦庄园啊 偷走了几百箱物品 现在就要求蚂蚁帮呢要归还给LUC 所有工贵原来这些被法官已经下令全部要归LUC的这个物品 任何蚂蚁帮拿走的任何一件东西 你都必须完全要归还 所有物品要运回莫瓦庄园 LUC有权追缴所有跟莫瓦呢有关的其他资产 这是法庭令 法庭令要求必须执行 他们以为什么 你LUC你跟郭文贵的案子我不管 郭文贵现在关在牢里面 郭文贵他本身这个庄园里面的财产 18流的财产 只要蚂蚁们能搬走的就把它全部抢走了 你觉得这些东西是能够随随便便 法庭会允许你们 把人家LUC要扣押郭文贵的财产 能给你拿走吗 因为郭文贵说他破产了 一分都没有了吗 你一分都没有 那法庭就要执行 你郭文贵已有的财产 这财产肯定要归 归人家郭文贵欠人家钱的那一方 LUC就是郭文贵的债主 你怎么样都把钱还给你LUC怎么会允许你们偷偷的去把郭文贵庄业里面的东西 你们搬走了 现在法庭指令你们全部归还 而且郭文贵破产案最新案的3003号文件 对二月份已经发出的一共有270多份的民事书账 LUC呢提出了呢 他的不和解被告人的名单 也就是LUC作为最大的执行郭文贵财产的这个债主方 他提出了跟郭文贵团伙里面有270多份民事书账里面的不和解名单 这个不和解名单里面包括的人员名单非常非常多 大家能够知道的也就是在郭文贵案子里面多少你了解的一部分人的名字全部在这个名单上 人家跟你不和解 也就是最终这个案子打到哪一步都要执行你自己个人的财产 无论你哪种方法法庭宣布这些人不和解 那这些人是哪些人呢 名单上明确列出了嘛 就是郭文贵的儿子郭强 他的女儿郭美 他的情妇王彦平 他的律师张永斌 他的帮凶魏里红 他老婆月庆之 他的同案于建民 还有一大批他的喽啰和他自己身边的那些闲杂人员 包括很多蚂蚁什么韩春光啦 美国小李啦 杰森米勒啦 班农的公司啦 余建民的公司啦 洗交所的各个关联公司 秘密翻译组啦 什么Gclub啦 Gfashion啦 Gservice啦 盖特啦 洗锅农场啦 香草山农场 五月花农场 纽约磐石农场 加拿大洋饭农场 英国法治基金 法治社会 澳洲法治基金 一大批这些所有跟着郭文贵的这些人 通通都在不和解名单上 这些人最终被法庭肯定要追缴嘛 追缴他们自己 因为他们自己所犯下的罪恶 他们必须嘛 付出的代价 那么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洗锅有一个蚂蚁 它这个蚂蚁的名字呢 叫龚君武 这个名字是英译啊 也就是法庭给的是汉语拼音的名字 叫君武龚 那么我们中国人叫龚君武啊 因为老外是把什么 把拉斯特内姆 把你的姓是放到最后的 这个人呢 曾经有一次在碰瓷纽约的警员以后 他诬告呢 他自己被车撞了 那么最新的判决就是 今年3月22号 法庭呢 判他败诉 法庭核实 他必须支付的律师费 达到多少呢 达到24万多美元啊 也就是他自己明明是碰瓷人家 完了以后 他又把人家警员告了 现在法庭判他 要赔付对方的律师费 和对方所有的费用 要赔24万 只给他一个礼拜的准备钱的时间 也就是一个礼拜到了 你就要把24万美元交到法庭来 不交钱 不交钱就会利滚利 然后最终还要发款 那么如果是你既利滚利也发款 你也不交 不交最终就是藐视法庭啊 藐视法庭什么结果 藐视法庭就是要坐牢的 而坐完牢就对不起了 如果你是绿卡 绿卡就会吊销 你本人就会遣返 除非你是美国公民不遣返你 但是藐视法庭肯定要坐牢啊 你能不能不去坐啊 纳瓦罗都去坐牢了 纳瓦罗什么身份啊 纳瓦罗是川普任总统时候 是白宫国家的战略顾问啊 纳瓦罗他自己藐视法庭罪 他最终都到监狱里面复行了 你一个小蚂蚁 你能比纳瓦罗的能量大吗 在美国你藐视法律 谁你多高的高官 你哪怕是像纳瓦罗 这种白宫国家总统顾问 照样嘛 照样是收拾你 所以说你一个小蚂蚁 法庭连纳瓦罗都送的进监狱 你一个小蚂蚁 你藐视法庭 你能逃得掉吗 所以说这个龚军百分之百嘛 百分之百就是蚂蚁的殉葬品 他活该嘛 他自己主动碰瓷 碰瓷完了以后 他就误告人家警员嘛 那最终就是这个结果啊 而所有龚军的那些帮凶 包括他前妻的那种帮着龚军 诈骗别人 这些所有的证据都在人家法庭 都在检察官手上 2020年5月份 当时呢 龚军的大将叫Sara·魏力宏 他就教唆所有的蚂蚁们 怎么样规避各国银行的阻挠 想方是把把骗来的蚂蚁的钱呢 要汇到什么 汇到魏力宏和汇到龚军指定的账户 汇到美国来 你要记住 我收到很多加拿大战友的 战友的 战友的那个汇款了已经 你收到 当你收到你的银行 阻挠你的时候 你要换银行 因为你要知道 海外的那些 加拿大有很多伪类的啊 还有那个 关照本是什么黑手 在企图试图阻碍你那个汇款 所以你只要换一个银行 因为很多都成功 比如说今天有战友来说 哎呀Sara 我汇了四万 又汇了三万 你看一下查一下账啊 你看人家汇那么多钱 都很顺利啊 是不是 所以呢你换银行 然后日本的战友们啊 我知道你们的要需要有一个 各种各样的信息 日本的银行很谨慎 但是我告诉大家有一个 就是说日本战友 用我已经签字的那一个 那个合同给银行呢 他们都汇成功了 所以呢 如果你在那边碰到 就是那个困扰的时候呢 你可以到Disco来找我 我马上就可以给你 就是一份签字的我的亲自 亲笔签字的那一份 然后你就可以去汇款了 记住当你给我 发Disco的私信的时候 写明你的邮箱是什么 因为我直接可以寄到你的邮箱里面啊 不要光问一句 Sara姐我是日本的 怎么怎么 不要 你就直接给我个邮箱 我可以发你邮箱 然后呢 可以 反正就是给我充足的 我可以联系你的信息 就可以 好吧 然后对于新加坡的 韩国的 新加坡 它是需要我驾驶证ID的 你也直接就是到Disco来 对我说我是新加坡的 我需要什么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回复你 因为 因为你有很多信息在那排队等着 我会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点到你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实在等不到我的时候呢 我在那个 有事找我 Disco的有个房间 就有事找我那里 你可以进来 直接跳进来 跟我联系 那么我就会迅速的 就当时就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啊 现在我是克服 差不多一个小 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儿子在帮着我弄这些事情嘛 然后回答问题都是我 然后他是给我就对账是吧 然后他在那边看着那些 好多好多问题 我在回 然后很纠结 我说我的天哪 我说这种问题 那不是不要为我啊 什么什么 他干这个事的时候 他的儿子叫魏修族 至始至终 参与了Sara的所有诈骗活动 这些汇款分别按照Sara 他自己的视频里面讲 来自加拿大 日本新加坡韩国 所以他们在全球新的那个诈骗网嘛 你觉得Sara他逃得掉 最终是什么 最终是美国法律对他的打击嘛 至于他那个西班牙的大将郝海东 你看看郝海东多么激动啊 在一段视频里面讲 哎呀七哥马上给我搞百八十亿啊 他激动的连话都讲不清楚了 而他老婆叶兆颖干脆就说嘛 我已经把遗嘱写好了 你想干嘛就干嘛去了 也就是叶兆颖在一段视频里面就说 郝海东有一天晚上坐在卧室里面一言不发 他说我就知道他想干嘛 我一晚上没睡想了很多问题 第二天起床我就把遗嘱写好了 我告诉郝海东一注我已经写好你想干嘛就干嘛吧 所以说呢郝海东叶兆颖作为本来是中国的一队运动员夫妇 但是到了海外加入了郭文贵的黑帮 自己呢骗到了一点钱 因为我们在网上已经看到了嘛 看到这些蚂蚁帮的头目 郭文贵分配给他们的钱 每个人搞得个几十万美金 多得有几百万美金的 那么这些人尽管帮助郭文贵诈骗 也呢是分到一部分账款 你觉得这种法庭会不追缴吗 这些人真的不知道郭文贵是骗子吗 打着什么灭共的旗号 郭文贵口口声声要灭共 打着灭共的旗号去诈骗 这些骗子们他们心里面不明白吗 他们要灭什么共啊 共产党跟他们有什么仇啊 他们知道只有打这个口号才能骗到钱 而郭文贵直接在直播里面告诉所有的蚂蚁帮 他有三个名字 一个叫郭文贵 第二个叫郭浩云 第三个叫吴南 为我要杀名 郭文贵 郭浩云 和吴南 你想想看 正常人怎么会起那么多名字 如果你不干诈骗的 你要起那么多名字干什么 郭文贵直言不讳的告诉他自己所有的蚂蚁帮 他自己是起了多个名字 有多本护照 那么既然一个人要多本护照 又隐姓埋名 又起那么多名字 显然不是为了诈骗是干什么的呢 你觉得有几个正常人 他会拥有不同名字的多本护照呢 这肯定不正常嘛 你觉得像郝海东 叶赵英 魏力宏这些跟着郭文贵骗人的 这些所有郭文贵的爪牙 他们真不清楚郭文贵在干什么嘛 所以说随着这个失去剧骗 郭文贵被审判 所有他底下的这些爪牙 最终都跟郭文贵一起嘛 一起走进那时的火葬场 所以这一天不会有太远 我们可以看得见的 好 今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